嗨,大家好,我是一鸣 从小到大呢,我们都听过了很多的鬼故事 或者是看过了很多的恐怖片 有的呢,让人怕掉死 有的呢,让人玩耳一笑 世界上呢,怕鬼的人有很多 但是呢,很有可能他们怕的鬼并不一样 其实呢,在我们亚洲人眼中 大多数怕的鬼魂呢,都是像真子那样 白衣服,长头发,女鬼 或者是呢,翻着白眼督的小孩 而在大洋彼岸的欧美呢 他们害怕的鬼又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看吧 在特种这样的电影里呢 恐怖片仍然是非常少 并且非常少人一样之类的 毕竟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胆量去看的 他跟他的老大哥动作片之类的大老兄弟 基本上是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摩擦 可是呢,不管恐怖片有多吓人 欧美的恐怖片在亚洲人眼中呢 就是鬼,长得稍微磕沉了一点 吞死了,也是长得瘾声一点 为啥能把五大三出的老外都能下的屁股料流呢 其实,经理学家发现啊 当你心中最温暖最可爱的形象突然间黑化了 这会颠覆你的三观 会给人最大的心理 对于欧美的小孩来说 每次去游乐园玩 都有可爱的小丑 给他们一起逛游乐园去吧 还有呢,他们睡觉的时候 都有木耳或者羊娃娃在怀里都睡觉 当他们长大了呢 肯定还会有感觉的 但是要让他们这些陪伴他们一起成长的这些东西 忽然变成厉鬼 那就刺激了 对吧 所以啊,小丑啊,木耳啊,羊娃娃 都是西方恐怖片的常客 何况呢,小丑这个形象是有原始原型的 在上个世纪在美国有个人叫约翰 这个人呢,是一个热衷公益的美国人 经常呢,扮演小丑,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一直到多年以后呢,警察在他家院子里挖出了几十具实体 他的凶残本性还被世人所知 整个西方国家都吓傻了 他把人性凶残发挥到了那叫一个淋漓尽致 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丑杀手 最后还被翻拍成了电影 许多导演呢,都从这个案件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 人类的本能,加上变态杀手的传说 铸造了小丑,无数欧美人梦念的形象 而在中国呢,我们都把村子联系 而且小丑,杀手这个,也不在我们身边啊 压根没什么压力啊,就算是他演的再好 还不如一个本篇,真具真实故事改变 还得更让人热血非常热血 那么我们亚洲人一般害怕什么鬼怪呢 构思一下啊,一个披着木顾般长发 身穿白衣或者是红衣的皮肤惨白 面目猙獰的女鬼 可能,也许好像大概是大多数中国或者是亚洲人的心灵意 像这种形象呢,在九十年代的港片里真的是一杀一杀的 其实男鬼呢,在中国电影呢,就相当可言了 基本上都是配鬼,要么出场就领和饭 要么人为女鬼或者女鬼的傀儡或者工具啥的 牛批的女鬼数不胜数,等到牛批的男鬼 我只能想到僵尸,海铅,而且还没有名字 哎,为啥,为啥 为啥我们东方呢,盛反女鬼呢 就不说港态 何必邻居家的真子啊,也是让全世界闻名狭儿 天天搭拉着脑袋,让人看着就不寒而栗 回到正题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古人就把万物分为阴阳两种 男人属阳,女人属阴 而且在古代,是属于一个男尊女妃的时代 女性的地位呢,相对来说很低 基本上呢,属于是男人的附属品 家里的老爷嗝屁了以后呢,还得跟着去陪账 对吧,所以啊,古人就觉得女人肯定心里有很多怨气 那么这么多怨气呢,也没有办法发泄 从而就容易变成厉鬼 无论男女的问题呢 中国的鬼跟外国的鬼最大的不同的区别就是 中国的鬼正向人一讲 外国的鬼呢,就上了一句 就知道,杀杀杀 中国最聪明的鬼故史书 大神蒲松林写的《聊斋之义》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出来 那就写了很多的人鬼恋的故事 念小倩,大家都听说过吧 她除了跟你谈恋爱 帮你收拾家洗衣服 叠被子,还用法力帮你变点钱 对吧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 她还能给你伸头巾 而作为我们邻居韩国和日本呢 也深受中国的影响 所以呢,在他们国家的女鬼也是相当有个性 有脾气 而西方的鬼呢 老回路就简单多了 就只知道,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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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而且世界各地呢 都有抓鬼和尊业户 在中国呢 就有道士生虞杀的 一方呢 就有神父、金魔师什么的 反正呢 抓鬼就是一些除了接服 就是念咒 在中方的鬼片里 套路基本上就是 女子枉死变成厉鬼 到处的搞破坏 然后呢 骨爵光芒赶发 让他怨气挑战 是完美结局 道士啥的 基本上是上来一套花里符号的动作 然后被灵鬼一着瞄了 用自己的无能来体现灵鬼的强大 总之呢 对付东方的恶鬼不能用强 主要是要摸清他的性格 用真情来打动他 技术含量非常高哦 西方的鬼呢 就有点没人性了 就只知道杀杀杀 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之所以这样呢 就是因为西方人的英雄主义特别强 所以在西方古部片 要么主角把妖怪弄死 要么妖怪把主角弄死 这个呢 主要取决于导演 想不想拍戏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终极问题了 你觉得是中国的鬼厉害呢 还是外国的鬼厉害呢 在指引区留言有答案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